在未来的人类找到一颗适与生存的星球,却因为飞船坠毁,导致幸存下来的人们科技水平下降不少,而在这个世界上的男人,也患上了一种怪病。 观众朋友你们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混沌行走。 这个星球上有一种神奇的病毒,可以让男人的思想现象化如同念地外,幻化出各种武器为自己战斗。 这天镇长的儿子前去挑衅小德,随即一条巨蛇出现,将他下帆在地,然后俩人怒火中烧准备开打。 这时镇长及时出面制止了他们,小德从小生活在这个镇上,这里没有女人,父亲说在他小的时候,这里的土猪把女人都杀光了。 这天小德回家时发现有人在偷东西,他急忙追了上去,可惜没有追到人,不过却发现了一地飞船残骸。 原来这是人类第二批探险小队,在飞船降落时依旧出现故障,最后只幸存吓了小美,于是便有了刚才那一幕。 这时镇长也得到消息前来查看,在询问小德后得知那是个没有念力的女人,便准备抓捕,小德很兴奋。 因为从小没见过女人,她对女人充满好奇,接着小德开始查看被偷的东西,小美突然出现把小德吓了一跳,而小美也被小德外放的思想,吓得拔腿就跑。 慌不择路的小美碰巧遇到了镇长。 镇长将小美带入家后,小美告诉镇长她是过来探路的,后面还有一个4000人的飞船马上飞过来,镇长听后随即想要抢夺那个飞船,用来统治这个星球。 这边镇长的儿子不小心触发了小美的高科技,小美在混乱中发现,镇长和牧师准备谋害她,于是便逃走了。 小德回到家发现小美躲在自家古仓,而小德并不想将小美交出去,于是父亲便告诉她去布谷小镇寻求帮助,而这时镇长也搜查到了这里。 他们刚打开门,小美就骑着摩托跑了出去,小德骑着白马紧跟骑后,镇长的人也是连忙追上。 慌不择路的小美冲下山崖,摔在地上身后的小德,也是跟着摔了下去。 好在俩人都无大案,只是白马摔断了腿,二人只得徒步前进。 这边二人路过河边市,发现河里有一个土著人,小德随即与之打了起来,正当小德要杀了她时,却被小美叫停了手。 虽然小德也不知道为什么,但还是放走了土著。 两人终于来到了布谷小镇,很快一个女性镇长接待了他们,并安排他们住在了自己家里面。 两人歉意之时,小德拿出母亲留下来的信,让小美念给她听,因为镇长从小把书籍都烧了,所以她并不认识字。 这时小德才知道,是镇长杀了母亲这么多年镇长一直在欺骗他们。 这时镇长也是赶来布谷小镇双方随即对峙起来,但是迫于镇长的武力压制布谷镇被迫放下武器。 小德看到后连忙带着小美逃跑,小美也是领着小德来到了主飞船残骸处。 小美带着小德找到飞船的通讯系统,希望与外界取得联系。 两人找到通讯设备后,小美却发现因为天线坏掉了而无法连接,随即小德便爬上去维修。 正当小德在维修的时候,小德也被镇长发现了。 这边小德把天线插好小美顺利取得联系。 此时镇长带着小德的父亲威胁小德说出小美的位置,眼看小德迟迟不开口镇长一枪解决了父亲。 随后小德被镇长打得遍体鳞伤,这时小德突然幻想出了母亲,镇长被突然出现的母亲吓了一跳。 随后被镇长杀掉的女人出现得越来越多,看着逐步后退的镇长小美,赶过来把她推了下去。 随后飞船母舰降临,镇上的人也是退散而去。 几天后小德被母舰的高科技救活了,而窗外第二批人类顺利登陆星球。 他们要在这里生存发展了,影片到这里就假而止了,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。